今天带大家看看这个老房子的繁星啊 首先这个房子以前没有garage 车要停到坡道上的比较难停 所以说首先打个concrete parking的地方 那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房子前面锁住了老房子 虽然地大 我们走到屋子里头看一看 都拆下来了董经生 但是现在并没有到吧 其实这样的房子在澳洲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房子改动会有点大 先都拆除了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天窗的感觉 之后厨房会改到这里 下面是餐厅 那天敲了结构 看一下承重柱和梁在哪里 这样就可以出报告了 这里呢是一个餐边区 以后客厅会放到这里 这是study 这是学习的地方 这变成一个客位 大家看啊 老房子地面的有个漏水 墙面有很多霉菌 这都是去除的 淋浴这边要拆掉 卫生间要拆除 然后重新做隔断 我觉得这边卫生间出来会比较漂亮 回来上面有天窗 这是一个套房 这全都要重新做 这里以前是个shower 要去掉 把它打通 这变成两个套房 中间改成卫生间 虽然房间有点小 但是改出来 效果应该会不错 像这种房子 大家很多人会觉得改动比较大 但是对我们来说 好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你看这里进来的地方 会变成一个客房 门厅这里 也会整个把它升高 这边也整个都会拆掉 做一个过墙 厨房 加导台 我相信这个房子改出来 其实还是有点味道的 因为它本身外观就有点现代感 因为预算的原因 花园不会做太大的改动 就是在入门的这个地方 做成花坛 小洼机会把这个整个平掉 这个院子还是很大 买来住几年 然后等着去把土地分拆 可以建设三个townhouse 最近真的是有点忙 因为最近华人是比较活跃的 尤其老房也愿意花点钱 做一些大字的改动 周围的邻居特别好 刚才洗车老大爷跟我聊了一会儿 这里重新去种上屏幕 上面是档桶 看一下档桶 退进来三百色档桶 这里铺木屑 防止在车转弯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 刮伤车辆 然后这边加饭子 前面 这里加个花香 期待最后的结果吧 应该很棒